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回香港如何扮理逐領身份證 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整個流程的話 在開始之前鼓勵大家subscribe我的channel 如果這段片能夠幫到你的話 麻煩大家按讚、分享和留言啦 大家首先打開香港入境事務傳網站 見到香港身份證逐約一般資料 然後進入香港身份證的字眼 你們就會見到一連串的資料 你只需要按香港市民援領身份證計劃 這裡顯示了4個援領身份證的地區 以下就是辦事處的地點、辦公室的時間和聯絡方法 你可以根據你居住的地方選擇你最近的辦事處 而我今次選擇最快拿到身份證的地方就是觀塘 由於香港政府在5月初逐漸放寬疫情措施 導致香港人申請逐領身份證嚴重的擠失 包括海外回來的香港人 同時亦令入境事務處的各地區 延長至晚間的辦公時間 所以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 要輪候到晚上才正式辦理 詳情可以參考他的官方網站 進入預約的時間 我們必須要搭對所有陪對 才可以進行下一步 嘩 要等17分鐘才可以預約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我那天在觀塘辦事處辦理的情況 是否已經有性格好 哪兒化成員 哪兒化成員 他現在沒erry 哇 哎 好大 HELLO 大家好,我是Samantha 今天我來到觀塘的人民入境事務處申請患令身份證 如果由觀塘出發走到這個位置 其實走路要很遠,起碼要8分鐘的時間 但都可以的,但如果你本身不留在這裡的話 如果要駕駛GPS走路,都會比較遠 其實我整個過程申請,因為我本身約5點多 其實我實際上約完之後又忘記了時教 也沒有拿上網申請的表格 但來到這裡,只需要拿自己的身份證入去登記就可以了 其實很快,我只是做了大概30分鐘的時間 就是拍照,我又忘記拍照的問題 所以我的頭那麼噁心,都算了拿去剪 整個過程都很愉快,兩邊都要打節目 他也有問我,因為我拿的時間 其實我計算是6月6日拿 今天其實是5月27日,大約一個星期就可以拿到 其實都比我想像中快的 當他打完節目,拍了所有照片之後 他其實是有兩張照片給你選的 他就給你選一張,他都很好 還有需要填資料,他就會問你 為什麼你這次是拿不到身份證 換身份證,原因是為什麼現在才來拿 他有其他選擇的,例如你有受傷 或者是你在這段申請期間你是不在香港 又或者其他理由等等 那你就自己選擇,要簽署的 那我也有問幾個問題 如果我結婚之後,如果我過了姓氏 會不會影響我的入境 那他就說不會的 那只要繼續拿著這個身份證 或者護照就可以了 還有我可以幫小朋友申請 他都說要我自己額外再去帶嬰兒出來 然後再去上網申請一些資料 經過審核 那我再考慮一下幫不幫小朋友申請 還有我不知道申請成不成功 如果時間內的話,我未必會申請 那第三個問題,也有問他 那這段期間如果我沒有身份證 他都有額外給一張紙 我就說這是一個暫時的身份證 所以其實都OK的 換定身份證也不需要錢 所以大家都可以不妨考慮一下 那現在我剛才上網再看 其實現在預約都爆派 那所以我都祝大家香港人 如果你在海外再繼續申請這個身份證 都一起上帝成功 那好啦,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那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 那好啦,那我們下條片再分享啦 拜拜